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在广西南宁担任镇台 嫁给邓廷中两年后 杨振德生下了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名叫邓文书 后来改名邓颖超 建国后 邓颖超担任过全国政协主席 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的郑国籍女性领导人 邓颖超三岁的时候 邓廷中因犯了欺君之罪被流放到新疆 三年后 邓廷中流放欺满 正准备官复原职 却突然得了重病 不至身亡 杨振德只好带着邓颖超 千里北上 去天津 投靠一位亲戚 在天津 杨振德凭借早年受到的教育 靠教书和行医 寒心如苦地扶养女儿长大 而邓颖超 在天津这个新思潮泛滥的地方 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 在天津 邓颖超遇到了一个 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 并和他相伴一生 这个年轻人就是周恩来 两人第一次见面时 周恩来21岁 邓颖超17岁 正是花样的年华 邓颖超参加革命后 需要经常辗转各地 杨振德从来没有怨言 女儿去哪里 他就跟着去哪里 靠行医挣钱 帮女儿干革命 1932年 周恩来和邓颖超 去了中央苏区 杨振德也跟着一起去了 并正式参加了红军的队伍 这一年 杨振德已是57岁高龄 1935年4月 杨振德在跟随红军撤退时 不幸被俘 关进了监狱 法官知道他的身份 就让他劝劝女儿和女婿 只要能归顺国民政府 高官厚禄 唾手可得 杨振德却说 子女的事情 我们父母管不了 即使是蒋委员长 不是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吗 法官无奈 只好把杨振德关押起来 做个人质 当然 以周恩来在国民党高层中的威望 杨振德在监狱里 并没有受到虐待 直到1937年 全面抗战爆发后 国共合作成为主流 杨振德才被释放 周恩来将他接去了重庆 在重庆 杨振德已是60多岁高龄 可他仍然坚持 每天为老百姓看病 为他治好的病人 不计其数 1940年11月18号 杨振德因病去世 中年65岁 第二天 重庆各党派阶层 一百多人来为他调宴 新华日报还专门为他登了一则复告 以纪念这位伟大的母亲 日本人在筹建维满洲国后 拍摄了很多宣扬 王道乐土的宣传片 建国之春 就是这样一部伟记时篇 一起来看看 伟满洲时期的长春 是什么样子吧 关注微信公众号 左右视频 回复伟记时篇 为您揭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